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杨姐很开心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那个我们的蜜枣 那些沙 非常非常胜出 量也大 而且也算是当季的水果 杨姐我非常喜欢吃枣子 也很喜欢吃水果 像最近呢 就跟我们的同事的亲戚 定了蜜枣 真的好吃 所以节目上给你按个赞 加油一下 那个姐姐的蜜枣 真的好吃 那当然在我们很多市场上面 还有我们多的地方 很多管道 都可以买得到枣子 其实枣子呢 在高雄 真的品质优良 又非常的品种又多元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除了要来谈蜜枣 还有谈这个在学校的一些 食农教育 今天我们很开心 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高雄市农业局的检任记政 陈英莲 陈简记 哈啰 简记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对 最近的这个蜜枣 算是 今年应该 不算是大出 对不对 因为天气比较热 对 所以目前有 可是 亮还不是那样的 亮还不是那么庞大 开始要进入盛产期 对 因为今年当好 也卡到823的豪雨 所以 比较早的 以前会有一些比较早出来的枣子 今年就比较没有 因为卡到这个水災的关系 那加上今年 冬天呢 也比较温度比较高 好普遍比较热 所以现在还开始在盛产 最近开始比较冷 最近变得冷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期待 未来的早食会不会好吃一点 会会会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农业还是多少看天吃饭 那所以 天后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农民的技术 也都非常的精良 但是还是需要老天爷的帮忙 对 这很难完全的人定胜天 所以我们今年呢 刚开始我们枣子大概在12月下旬 才开始上市 算是有比往年要晚一些 往年大概可能11月左右就会有了 今年有比较晚 不过呢 刚好现在也是蜜枣已经开始上市了 那也碰到我们的这个农历年节 刚好是送礼自用最好的时刻 是 其实高雄的这个枣子 我们知道其实品种也很多 也很优良 而且呢 就是我们知道说 有我们的好朋友大家知道说 很多人就会想到高雄的大社 燕草 对不对 这些枣子很集中 而且呢 也算蛮知名的一些地区 其实我们来谈一谈我们高雄的蜜枣 其实高雄不只是大社跟燕草 其实有蛮多区都有产枣子嘛 对对对 因为台湾大概整个蜜枣种植面积 1900多公顷 那高雄大概就占了831公顷 一年产大概会有8000多公顿 那是全台湾种植蜜枣面积跟产量最多的地方 那所以算是我们的这个全国之第一的 那所以这个不管是品质啊 或者是产量都是最好的 包括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一个由农委会举办的全国蜜枣品质评鉴竞赛 那我们高雄总共入围22组 21组都是我们高雄的农友 啊那么厉害哦 对所以也包办了前三名 包办前三名 前21名 前21名都是高雄 都是我们高雄的 所以那我们高雄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燕草大社之外 那我们像田辽岗山阿联六龟都有产 六龟也有产蜜枣 都有产 所以它这个分布的范围还蛮广的 那当然是燕草大社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那实际上其他乡镇 其他区域他们所产的也一样非常的好吃 嗯OK 现在这个蜜枣正值盛产 而且也是当季当令的水果 大家可以多多的品尝 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 我们直播背景就是满满的枣汁 请我们锐哥帮我脚个满满的枣汁 我们知道那个枣汁 又过年时间很多人也都会拿枣汁 没有拜拜 善累 我觉得枣汁也很好吃 像杨姐最近也吃了蛮多的枣汁的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吃草吗 那这个枣汁真的好吃 那当然其实在高雄的农产品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对不对 其实最近这个外交的状况也不错哦 对对那因为当然国内其实现在水果的挑选的品项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好的东西也能够有机会到海外的市场去拓展 所以我们今年度包括中国大陆的市场 包括东南亚的市场都一直有在拓销 那现在不管是大陆的部分或者是像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陆陆续续在出货当中 那特别年后的这个蜜枣的量比较大的时候也会主要是送往这些海外的一些市场 就让我们海外的朋友呢有机会品尝到我们台湾非常高品质 非常美味的一个特色 其实有时候外销外销的订单也蛮重要 因为有时候这个风调雨顺 农产品可能就会产量比较多 那内销市场有限之下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外销赶快把这些生鲜的蔬果销往一些国家去 那一来也让农民辛苦种植的这些蔬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 因为恭喜在像去年的那个高丽菜对不对 就是高丽菜的台湾高丽菜真的很好吃耶 对对对 那农民种的也很辛苦 说实在农民希望的是 我会搁的菜有人买有人吃 我觉得我也蛮欣慰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外销的外销这件事情 也蛮有赖于政府多多帮忙我们的农民 对对对 所以今年在去年底开始就一直有一些外销商来接洽 那包括年初开始有一些货陆陆续续也都出去了 对 包括是大陆这边或者是像东南亚 对 新马这边也都有开始陆陆续续 有一些沙子或巴勒 那都开始出去到这些海外的市场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一个稳定的一个成长 让我们农民他们这么辛苦 因为主要是生鲜的这些蔬果都会有储运上的问题 对对 因为它比较不耐不像加工品 它可以放的比较久 那生鲜的东西只要一产出 要赶快把它处理掉 看是在国内市场销售 亦或是到国外的市场去 那所以我想这一块当然是政府责物旁贷的地方 市府这边也会非常的积极努力 来协助我们的农民拓展它的海外市场 对 有听说好像在各个我们的农会的订单 跟这个去年同期相较是有成长蛮多的现象 对 我们这一次像包括阿联农会 它是主要我们密早外销的一个重点农会 那他们也有跟我们反映说 我们在一月份的这个出口的一个量 大概有比去年同期也成长一倍 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能够继续继续维持 OK 好 那希望呢 我们无论说我们台湾的好朋友也好 也希望说我们国外的乡亲 我们国外的乡亲可以吃到我们各用的水果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开心 那农民可以赚钱 大家可以吃到好吃的水果 大家都高兴 好来 那当然 就是我们今天聊谈的这个主题呢 跟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很有关系 刚刚杨姐在跟迎联在聊说 我们小时候因为杨姐 有听杨姐这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的高兴就是在苗栏嘛 小时就是在餐厂大时的 阿公阿嬷就是政材 政材是鸡子 所以那种农村生活 对杨姐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 而且也是一辈子最美好的甜蜜时光 可是现在的孩子 要接触到农田 要踏到泥土 要亲自去采菜 你知道以前 要插菜的时候 阿嬷就说 要插一个菜櫃 就说 阿公来去买一个高棧菜 就跑跑跑 就在旁边而已 就采采采采 现在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啊 对对对 这个九层塔一定要超市买嘛 搞不好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九层塔 对 所以 所以孩子的这个农业知识 就有赖于我们的教育 来帮他们做一下补充 对对 所以 现在的这个食农教育 就相对很重要 那因为 特别是都会区的小朋友 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 接触过 这个乡下 或者是农田 更不要说去夏田 去认识这些植物 那认识这些蔬果 所以 我们农业局现在就是 也跟我们的教育局来合作 那希望就是 把这样的一个农业 食物 因为我们希望从产地到餐桌嘛 那 从生产端这边 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 有机会去认识 这些东西 到底他在 生产端在农田里面的一个样子 他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健康安全的 食安的一个教育 让他们了解 怎么样 这些食物是要怎么样能够很安全的送到我们的嘴里 所以我们在107年就是我们在去年 那我们就跟高雄市几个国小 包括像政兴国小 前政国小 还有旧城国小 那有三个学校 来合作 推动一个食农教育的计划 那包括我们有开设一些培训的课程 让老师来上课 那当然这个计划最重要就是 让老师去 自己来撰写教案 因为老师他们在上课 说他们会有所谓的教案 那是一个计划书 看要怎么样来来教导小朋友 一个设定一些主题 然后怎么样来来带领我们的小朋友来认识 那就是让我们的老师来做这个教案 那最主要就是 如果过去这个教案 如果是由我们这边来做的话 那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当然老师他有一些课程上面 他们教学上的需要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别人帮他设计 可能不适合他 不适合他来上课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特别都是让老师自己来做 自己先认识之后 他就会去写适合他的这个年龄层 这个年级的这个小朋友的教案出来 然后我们也辅导这几个学校来设置这个校园的菜谱 然后也帮他们引荐这个农夫老师 实际上真的是在种田的农夫 来到学校去教导老师跟小朋友 怎么去照顾这些作物 那整个这样让他们照顾过一次 然后之后呢让老师可以把这些照顾的过程 把他融入到他的这个教学里面 对对对对那像有几个有些学校他们学校还有这个厨艺教室 厨艺教室 有学校有厨艺教室那当然小朋友种好的东西 种出来的这些产品呢 对就可以拿去炒 拿去煮 拿去煮然后就可以吃到他们自己种的东西 所以小朋友也蛮有成就感的 对他们也会印象很深刻 就会知道这个妈妈在餐桌上吃不坏的这个东西 原来他的原型是什么 大部分小朋友回家就是张嘴吃饭 所以他也不太晓得这个菜 搞不好也不晓得萝卜到底原来长什么样子 他以为萝卜是正方形的 因为妈妈都帮你切好了 就可以自己去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是对小朋友来讲是觉得很有趣 那其中像前镇国小他们还盖了一个鸡舍 哦 鸡鸡啊 诶真的鸡鸡啊 对对对 还有养鸡哦 然后还有这个 鸡会下蛋吗 鸡会下蛋 然后还可以去去这个减食鸡蛋 OKOK 然后这个鸡蛋还 小朋友后来也自己发想 去用这个太阳能来煎蛋 煎蛋 对 有成功吗 他们小朋友说因为那天阴电 我也问他说他还没有尖程 有没有尖程 他觉得那天太阳不大 因为那天下午是阴天 所以尖没有成功 对 尖没有成功 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很有趣啊 但他们就会从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去做延伸 做延伸包括像绿能啊 太阳能啊 对他们的课程来讲 就会更增加他们的一个丰富度 对对对 那这个老师写的教案应该也会蛮有趣 他也可以 因为不同 因为你看你可以在菜谱上种的菜 就不一样 可能如果你没有菜谱 你可能只能水耕嘛 对对 只能水耕 或者是用个盆栽 自己在家里 就是在教室的阳台 对对对对 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 那他们就是可以全班小朋友一起来 来来看 然后去记录他的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OK 那他们种的是什么菜 每个学校种的不一样 那也配合他们这个学期可以种的这些作物 那像他们有的小朋友就还有种那个萝卜 所以他们还做萝卜丝饼 种萝卜 真的有种起来哦 然后他做那个 有营养师这边协助他们就去做这个萝卜丝饼 好有趣哦 在我们成果发表会的时候 小朋友还有去煎他们做的这个萝卜丝饼给大家品尝 好棒哦 在学校里面真的可以拔萝卜呢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小朋友也觉得很有趣 那老师也觉得这样的把它融入到课程里面是非常可行的 那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案 其实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十组的教案出来 那因为包括像签证国小他们可能从幼儿园 中年级 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 都有不同的教案老师都有把它撰写出来 那这些教案我们在新的这个学年度 那我们也会把它推广给其他的这些学校 那我们也目前也在跟农委会再去争取新的年度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能够再做更多的一个推广 OK 这个有没有以前小朋友都要唱一个什么 黑哟黑哟拔萝卜 黑哟黑哟拔萝卜 只会唱啊 没有拔过啊 没有拔过 可是在学校种应该只能种白玉萝卜吧 它相对当然是会找比较好照顾的 白玉萝卜比较 它生长不会需要那么久 对不对 它的时间比较快 而且刚好也适合南部的冬天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气候 所以杨姐猜应该是白玉萝卜 不知道有没有猜对 有有有 他们就是种白玉萝卜 你看对啊 还不错还不错 成果还不错 还不错 以前我们家阿公阿嬷也种菜头嘛 可是就是也是秋冬礼作啦 对 可是他们就是种大萝卜 因为你知道乡下的地方要是菜脯嘛 所以都是大粒的 大粒的 对 有料 对 对 有料 大粒 而且就是因为撒在田里面嘛 它就自由的生长 也蛮大的 也蛮肥美的 也蛮甜的 是是是 比较不好拔 对 因为比较大 比较大 菜头比较大 比较难以 比较难以把他拔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又符合那首歌这样 对对对对 把螺子真的很困难 白玉萝卜这样就知道 对对对 没有什么 第一次把螺子说 蛤 那萝卜是这样拔的 这样子就起来了 怎么一下子就拔起来了 哈哈哈 真的那种传统的那种 大粒的菜头真的 真的不好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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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可是也不错啦 有没有 以前都有经验 要跟阿公阿嬷 这会洗菜头啊 洗的洗菜脯嘛 对对对 都是那个拔起来的 萝卜之后 要洗洗 洗洗以后 切切来拍刮嘛 对 还要去 因为要腌制啊 要采啊 你看我们小朋友都要 都要 帮忙 帮忙采 没有因为那个 刚好可能体积差不多 对对对 小朋友上去采 OK这样子采采采采采采 那感觉也不错啦 对 感觉也不错 好玩好玩 像这样的经验 大概大部分都会去的 小朋友可能都没有机会 应该是没有办法啊 他也很难想象 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 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有吃过菜脯 可是没有 不知道他原来长什么样 不知道他原来 怎么做成菜脯的 对对对对 像有的学校 他可能没有厨艺教室 那他们就是做烟漆的 可以还是可以做烟漆的 就是这个部分就不需要火 不用火炉这样的东西 也是可以 学校其实都会去因地制宜 看学校的一个状况来设计 而且那个 腌萝卜 因为像杨姐以前在 我们像我在苗栗那边 跟高雄这边的这个物产 有点 就是吃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像我到高雄来这边才知道说 那个萝卜可以把它腌成那个腌萝卜 有没有 它是生鲜的 就是它不需要晒 它不大需要一直晒一直晒 因为我们家都是老菜脯嘛 都要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 晒得都黑黑嘛 对 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子 那个就要拿来用煮的啊 对要煮 煎啊 煎啊 煎那个 没有菜脯两啊 是说有时候菜脯鸡 还蛮平说蛮补的 很好吃 很好吃 那到高雄来发现 诶 这边有那种生鲜的做法 就是腌成那个 凉拌小菜 凉拌小菜 诶 也不错哦 很爽口很好吃 对 可能跟我们的气候也比较热啊 南部气候热 所以大家可能会喜欢吃这种 比较凉拌的菜 所以每个地方的作物的 料理方法有点不一样 也衍生出不一样的饮食文化 是啊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也许 诶 有没有 那个食农教育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对没有错 对不对 就是要教小朋友这些嘛 了解说那以前的人为什么他会发展出这种腌制的文化 那当然跟过去的这个传统农业社会 那你要去保存食物的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你必须要可能要把它晒干 然后或者是你要用盐 用一些东西去把它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对 那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一个保存食物的一个方法 对啊 对 像你知道 我觉得像那个乡下人有没有 是 像我们以前的乡家 像我们乡家乡家嘛 那个都物尽其用 对 像萝卜拔起来之后 因为萝卜上面还有菜菜嘛 对 要把它腌一腌 对啊 就变成冬菜嘛 东菜 就也可以拿来煮啊 煮东西啊 对对对 真的好好有趣哦 而且就觉得 诶 那个 可以看得到 我们台湾人有很轻轻啊 对对对 很节省 很节俭 很纯服 物尽其用啦 包括像刚提到那个萝卜叶 其实把它腌制之后 会变那个雪梨红 对对对 我们那个雪梨红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萝卜叶上去做的 对啊 所以其实它可以 整株 以前的人就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鲜明的智慧 那整株植物都不浪费 真的 对对 我们好好学习 这也是教孩子 不要浪费食物哦 是是是 对对 那他们自己种 然后自己来准备的东西 他们其实就会把它吃掉 对对 他们就觉得 诶 就知道说 这整个过程 得来不应 对对对 要花很多时间 对 要花很多体力 对对对 OK 不知道我有沒有老师听今天的节目 也许可以写很多教案啊 对对 然后我们当然也很欢迎 有兴趣的老师 对啊 那他们都可以来 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去 因为我们本来高雄 一年四季 其实都有非常多 多元丰富的 对 这些农作物 那其实每一个作物 他其实每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都不一样 那都可以给小朋友 很多的启发 好 对 OK 时间关系哦 让电台进个广告 等会我们再下个段落 再跟现场 我们高雄市农业局 陈寅莲 陈简记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快乐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 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陈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 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 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 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容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限制优惠中 快上网搜群 快乐 快乐爱台湾 护波0809 092 898 最近天气变化 让我的脸好干哦 我不想当干妹妹 那就来当个睡美人啊 好 如何让肌肤越睡越美丽 推荐您 闭合博超效保湿 精亮动膜 睡觉时 把水分统统锁在肌肤底层 第二天醒来 皮肤会变得更加水嫩 就快来当个睡美人吧 闭合博超效保湿 精亮动膜 限制优惠中 快上网搜群 快乐爱台湾 护波0809 092 898 这书豆瓶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 清静 需要 身体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肥香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 念肥香文 肥香给自己的 完成资助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这里可以跟您免费来结缘 空切三三五 数理三三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的是 高雄市农业局 我们的检任记站 陈银莲 陈检记 在我们节目 跟我们听众朋友 一起来聊聊食农教育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农业 必须被推广 因为 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 所有的荣业 因为我觉得 即便你是物农的朋友 也许你也不是每个作物都种过 因为有地区性 作物是不同的 那你包含说像农鱼 农鱼业 你可能身处的地方 在不同地方 比如说你靠近海边 可能鱼业兴盛 你可能这个鱼业文化 就会比较多元 而且也比较接地气一点 所以像刚刚杨洁 在跟银莲聊说 其实像杨洁上次去子官 有在那边体验什么 施木鱼丸的制作 以前我就没有体验过 还蛮有趣的 很有趣 那包括像子官也有乌鱼籽 对啊 要跑乌鱼 这边怎么跑 而且最近 过年快到了 乌鱼籽又是一个 大家很喜欢的年节礼物 以及大家品尝的一个 年节的菜肴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小朋友也都不知道 还是也都不知道 像我们子官渔会 本身的观光鱼市场 像是每天下午 都有在中午开始 它就会开始有这个鱼货的一个拍卖 那现在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鱼市场 所以它就有这个参观的动线 所以 大家如果假日下午的时候 因为它旁边其实有一个鱼货的市场 那鱼市场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去看看 刚好也可以让小朋友了解这个鱼货的一个拍卖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去那边认识非常多的鱼种 我们沿浸海的这些鱼种 鱼啊 虾啊 贝啊 其实还是蛮好 蛮有趣的 因为它是全部活生生的在你的眼中 不是看那个图鉴啊 或者是看这个discovery 那你就可以真的看到这个动物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是餐桌上面所吃的东西 刚刚杨洁在跟银联剪记在聊这个食农教育 因为孩子在这方面的知识也许都不足了 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可以从这些简单的教育的部分 知道说它这个作物是怎么完成的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小时候 那时候学校也有教这个应该算是自然科学的部分 生物啊 那些就是教大家怎么认识这些植物啊 那时候我记得应该小朋友都会做一个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有没有做啦 像比如说 那个地瓜 酷极 那你把它一面会放在水里面 那一面让它露出来之后它会开始长 它会开始发芽 对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妈妈生生鸡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那个生鸡都是 泡泡水 都不是不是 那个生鸡那个地方啊 那个 那个地瓜啊 开始攀腾 有没有 开始长出来 哈哈哈哈 越长越多的时候 我说哇 这个地瓜怎么变这样 之后我就拿去外面 因为我们外面都是土地嘛 哈哈哈哈哈哈 就把它拿到外面去 我也是丢着而已 也没有去特别去种它 居然变地瓜叶 后来发现说哦 原来地瓜叶就是从地瓜长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之所以叫地瓜叶 它是真的是 真的是从地瓜长出来的 而且真的长得还不错哦 所以它还蛮有趣的 而且那个时候 小时候不是还有那个 那个 CF的豆芽菜 对 也就是种綠豆 最簡單的 都是绠绿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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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种红豆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是种红豆 喔种红豆啊 对因为量也少嘛 对 contre 量也种不多 因为本来想说 是不是豆芽菜可以拿来炒一炒 她就没有 swe 这嘴得没有 哈哈因为也不够多 哈哈哈 我也是一样 随便地撒就丢了之后 还是 kiFila太好了 她居然慢慢长成长好高哦 喔對 它其實會越抽越高 但是會細細的 對 細細的 就會不像我們一般外面吃的 因為它外面吃的豆芽菜 如果 現在因為都是用特別有 葉類式那種機器和豆芽機在做 然後其實豆芽菜其實是每天舉種的 會用那個重物把它壓在上面 所以它就會癌癌胖胖的 那如果我們自己種的這個豆芽菜在陽台 用棉花 以前用棉花會不會生殖 然後把綠豆或什麼的丟下去 然後它就自己會發芽 細細的 像面線一樣就這樣瘦瘦高高的 一尺也沒辦法炒 炒菜也沒一尺 所以楊姐就把它隨便丟 丟在我們的土地上面 結果真的長出來 之後我發現它開始那個豆芽子出來 就跑出來了 後來 而且它就變成乾了 因為我都不理它嘛 乾了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乾乾的 我就把豆芽子拿出來 裡面居然是紅豆 因為以前我們家那邊沒有種紅豆 我們的作物沒有紅豆 應該是高雄這邊紅豆就種蠻多 毛豆啦 紅豆啦 冬天的時候會比較多 對啊 種蠻多的 我才發現說原來紅豆是這樣子長出來的 我也是無意之間 因為我沒有在豆芽菜的時候就把它吃掉 所以我都把它亂種 亂丟 後來發現說原來豆子是這樣子 紅豆是這樣子出來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特別的回憶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教育的部分 因為這是我自己無意間發現的 我覺得也許很多的孩子還是不知道 我吃的紅豆從哪裡來 我吃的綠豆從哪裡來 也許可以加入食農教育 我覺得這個應該在學校做得出來 可以 那因為我們在過去大概就是跟生物有過 就是生物課本 自然課 那小朋友都得用背的 因為他沒有看過你就得背 那背其實也背得很辛苦 那有些東西其實你真的看過的時候 你就不用背了 對啊 你一輩子都會記得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除了一個 這個讓他們對於食物 對於這些作物的了解之外 當然也可以幫助他們很多的記憶 將來你也都不用背 你一輩子都會這樣 其實像講到這個農業的教育 像是農業局有推一日農夫嗎 對 說實在像就像剛剛楊姐跟銀蓮剪記講的 就光大人你也不見得了解 那個作物是怎麼來的 沒錯 對不對 像楊姐也是到此關句才知道說 喔 虱目魚丸是怎麼做的 那個DIY的過程 你要用魚漿啊什麼的怎麼做 這個也是第一次體會 第一次體驗 所以大人也需要食農的教育 對不對 沒有錯 我們在退一日農夫當然最早是一個 類似休閒的一個柴果 對 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 那我們在柴果的過程當中 就會讓我們的來參與的這些朋友 去認識 因為你既然來到了農村 那我們面對到的都是第一線生產的農民 那大家就可能 可能平常時就有很多的問題 就可以來請教他們 像我們這個一日農夫 從102年推出來之後 其實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因為畢竟在都會區的人 能夠在假日的時候 可以到農村裡面去 去走一走看一看 呼吸新鮮空氣 然後你還可以有機會去採果 去認識這些農產 然後你也可以買到當地最生鮮 很慢耶 很慢耶 真的很慢耶 還有蔬果 還有他們農家自己手做的這些伴手禮 還有一些特色料理 特色的料理 吃到農家菜 那這些都非常的 讓他們都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那包括很多海外的人 不管是大陸這邊 或者是像東南亞或港澳 日本韓國 他們來到我們農村 其實都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我們在過年這段期間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廣告一下 我們過年的一日農夫沒有休息 真的喔 過年還有喔 我們有推出了三個油層 那目前已經在網路上面 受理大家的報名 OK 我很怕你說額滿 好像有一條已經額滿了 喔 有一條額滿了 對對對 那還有兩條 OK OK 那包括裡面就是 有我們這一次新加入 就是這個新故鄉 竹夢 竹夢新故鄉 竹夢新故鄉 在社區 OK 那他們就是有一些年輕人 然後也跟當地的一些農民 都是做一些無毒栽培 友善耕做的農民 對 所以過年剛好冬天 帶大家去採草莓 採草莓 有機的草莓 山林有草莓 有有 農民種的 然後可以去採草莓 大家不用都跑去大湖採草莓 因為我的故鄉在苗栗 我們那邊過年好多人 好多人採草莓 但是好冷喔 南部天氣就好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山林 對山林 然後他們有本身 有可以用這個 在地當令的蔬果 來做這個搖烤披薩 因為我們這個大愛這邊的 一個是一位年輕人 那他是從台北下來的 一個烘焙的師傅 所以我們可以吃到 很有特色的 這個搖烤的一個披薩 那個是在我們 山林的這個油層 那另外當然我們 比較鄰近市區的 就是我們大樹 大樹的新春旺旺來 新春旺來 還是不免俗 我們都可以到大樹去吃到各種旺旺 要讓大家吃的旺 玩的旺 然後呢 可以做很多這些跟旺旺 這個鳳梨 有相關的一些辦手禮啊 加工品等等 所以過年我們有推出三個油層在初四 大年初四跟初五 剛好大家大魚大肉吃 吃多了 我們出去運動一下 到鄉下去走一走 然後吃吃蔬果 這個消化一下 好 來簡記 最後一分鐘 有沒有要跟大家來做一下補充的 是 現在當然就是新的一年 剛開始 那也即將要過年了 那在這邊還是跟大家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呢 我們高雄的蜜藻 現在正熱烈上市當中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送禮自用的話 可以上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的網站 我們有一個蜜藻的一個訂購的一個專屬網站 還都可以來訂購我們高雄蜜藻 這個幸福早上門的禮盒 那另外呢 我們一日農夫也是在我們市府農業局的這個專屬網站 可以受理大家的一個報名 那在這邊呢 也預祝大家 金珠年平安如意 OK 真的我們隔雄企業在山東三聘 龍魚三聘 我們的一些農民也好 漁民也好 大家很辛苦 種植出來的優質的生鮮蔬果 還有呢 我們的漁獲 真的也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 而且重點品質很好 對 我們在新春過年期間 大家難免會有一些送禮 我們可以多多支持在地的這些產品 也多多鼓勵我們的農民朋友 我們的漁民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過年喔 吃好料 當然如果真的吃太多好料 還是要出去走一走 動一下比較健康 歡迎來高雄農村走一走喔 OK好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陳怡蓮檢認濟真 來到楊傑節目囉 謝謝你剪輯 謝謝 謝謝 感謝聽眾朋友收聽 我是楊傑 就讓大家有一個美好一講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再會 胡希珍堡綠能寶島 綠能宣導晚會 一月十六晚上五點 在胡希國中 邀請無書敏 李吳兄弟 林吟衛 林宗欣 只要涉及在湖西鄉 就有摸彩券及呱呱卡 多項大獎等你拿 最鮮利最華麗的光影賞宴 就在屏東彩燈節 今年以彩虹元素 打造50組繽紛燈飾 莊眼4.7公里的萬年溪畔 有雪上燈飾造景 光雕投影互動燈區 不只賞燈更能體驗光影的變化 1月25號到3月3號 歡迎來屏東萬年溪 感受彩燈節美麗 以上廣告由屏東縣政府提供